从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的会谈结果来看呢 已经可以摸到北约的基本的思维脉络了 也就是舒尔茨说的那句话 说只要需要我们会一直站在乌克兰的这一边 同时我们也必须确保北约不会成为交战方 以避免战争演变成一场更大的灾难 不过呢这其中啊还是会有变数的 拜登的想法和坚持有可能是改变最终结果的关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就表示说 拜登总统希望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内 为乌克兰能够取得胜利创造最有利的局面 另外不要忘了在泽连斯基已经公布的乌克兰胜利计划之外 还有三个秘密附加的内容 据说呀是只能给北约主要成员国的元首看的 我猜呀应该是能让这些国家心动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交换条件而已 不过普京已经表态了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 俄军就继续与北约作战 这句话听上去挺硬气的啊 但从这两年俄乌战争的情况来看 这句话也就是不丢面子的场面话而已 真要有三十几个北约国家抄家伙上场的话 俄罗斯除了还有个核武器可以吓唬人之外 其他还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新东西了